众所周知当今军事实力比拼中,核武器才是最终杀手锏,而为了面对可能发生的核打击,各国也在积极建设和反击力量,而要想建设存有效的反击手段,必须提高区域机动性。 简单说,就是可以实现带到导弹的高效,快速的移动,这样可以提高带到导弹的生存几率,而且能够避免没有性命,而变成敌人的死法,而要想让几十吨的大家伙实现高效快速的移动,运输技术难度相当高。 而且因为我国和发展的要比美俄们,所以在军事运输方面,也被远远甩在身后。 曾经我国向俄罗斯提出过技术援助,但是俄罗斯以国家的安全为由,拒绝帮助中国,虽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帮助。 但是这意外的深获,了曾经苏联盟国白俄罗斯的帮助,我国在重型运输技术方面,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。 多亏了当时白俄罗斯的雪中送派,俄罗斯为了阻断我国获取该技术,曾经向白俄罗斯发出强烈抗议。 那和白俄罗斯根本没搭理,依然坚持当初的承诺把这一国保级的技术转让给了我国。 当新我国装备的16区东风导弹重型运输车,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水平,这也代表着我国的核反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,对于远距离高机动性方面的改善极其重要。 这一突破重点在于加强了中国的核反击力量,不但避免被一次性消灭核力量,还要效的提高了我国的核威设立。 想象一下随时随地都可以,发射核武器,这就是老话说的能打能跑,不管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中,激动性都是战争获胜的关键。 简单说就是活着才能持续输出,相信这样的解释很多人就能明白,白俄罗斯提供的重型运输技术的重要性了吧。